黃曉瑩,有一城昨晚在暴雨下的這一幕 令到不少人嚇醉一跳 到今天積水都差不多沒有了 不過處處都仍然見到一些水浸過後的痕跡 雙舖都是忙於清理的 大家都會問,為何室內的商場都會搞成這樣呢? 屋宇主就說,是因為收集屋頂雨水的渠爛了 結果大量雨水湧進商場 並不是玻璃的天幕和玻璃窗爛了 黃曉瑩,背道 在有一城低層,雨水之前一晚好像瀑布般流下來 積水清得七八八 但扶手電梯底仍然在滴水 工程人員要揭開電梯槽,抽走積水 用石膏做的假天花都濕到淋 商場派人撤走,避免塌下來 又看看內部結構 幾乎每間舖對出的天花都是一個個大洞 商場外近天台的位置有這類的雨水渠 屋宇處早上派人來視察過 發現天台滲水是因為收集屋頂雨水的雨水渠有損毀 並非因為玻璃天幕或玻璃窗有破裂 損毀的渠已經修補好 由高處看下去屋頂都見到這些雨水渠口 專家說雨水渠設計只是用來承受50年一遇的大雨 可能是一些樹葉,外在的樹葉飄進去 然後就是裡面積住了 因為它的量來得很急很大 我們現在知道就是200年一遇 所以當它去不及的時候 它的水就會倒灌在天面 形成一個很大的壓力層 所以就將下面本來小小塞的渠壓爆了 水的壓力就射了 一射它就一湧而下 驚險的一幕 在星期日晚大約8點 天文台發出黃雨沒多久 雨水就好像瀑布一樣沖落商場 假天花一塊塊塌下來 當時正是晚上逛街吃飯的黃金時間 商場有最少幾百人 再跟黃曉瑩談談 一場水浸商戶損失有多大呢 今天就是其實部分的商店 全日都做不到生意的 因為整個商場有不同的位置 都有大大小小的積水在這裡 好像我現在就在地下那一層 其實距離天花的頂層的位置 已經數下來第五層 不過有一些滴水滲水的情況 仍然是持續的 好像你這間店鋪 在正的滴水範圍 在正的天牌 那個招牌的頂那裏 有大範圍的滲水的 工程人員今早就將部分的天花 就切割了下來避免繼續滴下去 而地下就擺著一些水桶 就裝著一些積水 有些店鋪雖然可以恢復營業 但有些店鋪點算過損失 有化妝品公司就說 他們是放在近地下的貨 損失了差不多兩萬元 我們交給黃佩婷說下損失是怎樣 前一晚水浸到腳眼 雙鋪職員一開工就要點算損失 這間護膚品店 放在地下的貨都浸濕了 近二百支潤手箱潤膚膏都不要 損失大約二萬元 大約都會在套裝受損 為何鋪或鋪 因為全部都是紙 所以一濕了的話 那些就賣不到 那些就損毀了 樓冰場旁邊的餐廳 職員都黃昏都仍在清職水 全日都做不到生意 樓下這間食肆經過一輪大清潔 過了午飯時間 局部開番 但天花仍然還見到這麼大的洞 職員用布遮住 低層的商鋪一樣遭殃 天花仍在滴水 水桶沙包通通出洞 廚窗擺設要浪起 這間的門口仍然一大灘水 暫時做不到生意 這間店本身裝修緊 積水更加無人清理 近樓冰場這邊 六層電梯都停了 即使是不受雨水影響的商戶都說 因為人流少了而影響生意 有商店負責人說 以往十號風球都未試過這樣 下次會做好準備 至於一度被水蓮包圍的美食廣場 就如常營業 有線電視記者黃沛騰報道 見到地下大堂大大小小的水桶都知道 相信清理都需要一段時間 位於新加坡的管理或一城商場的公司 他們做過一個簡短的回覆 他們說今次的事故 主要是影響救密商場這邊 對於辦公大樓那邊就沒有受影響 商場這邊他們就說已經是恢復運作 大致清理好地說 不過我們還有很多疑問 例如雨水渠怎樣爛發 為什麼浸水範圍會這麼大 整個商場都有不同程度的浸水 這些問題管理公司都是通通沒有回應的 看看他們之後會不會回覆 麻煩你 而香港今早早繼續下大雨 黃色暴雨警告維持了三個鐘頭 預計未來幾天天氣仍然不穩定 有機會再落薄 高祖義報導 早上上班時間 在荃灣那些暗到好像晚上一樣 橫風橫雨 大雨下能見道低 馬路上的車都要開著車頭大燈 等巴士都要找一個地方躲一躲 港島區灣仔雨洗火大 港島區灣仔雨洗火大 即使有傘也濕透 旺角的天氣一樣差 清二爐一個貨櫃場 一個40呎長的貨櫃箱 懷疑被強風吹淋 跌到旁邊一個停車場 壓中六輛車沒有人受傷 攀衝華盛街 保營工業大廈地下停車場 懷疑去水出現問題 導致圍牆倒塌 一幅大約七隻長的圍牆 壓向一架貨櫃車車頭 旁邊的牆身亦出現大條裂痕 天文台說 受到一度低壓槽影響 廣泛地區錄得超過40毫米雨量 預計未來幾天天氣仍然不穩定 還有機會再落薄 預計去到週末才短暫見太陽 有線電視機正在高素兒報導 下載 lad道 阿楓